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狱地广物博 食材丰富 可能让东国来的食者有些看花了眼 正所谓自古圣贤皆寂末 唯有赢者留其名 如果说东国来的食者无法参透我这大狱的美食 那么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作为配菜的小酒 也让我们尽了地主之意 不至于让别人家笑话 你 爷爷 说得好 如此优雅的菜名 恐怕不是意义想出来的吧 狄狱这么聪明 想出这样的菜名也不奇怪 时辰到 请上菜 今日我做的菜品有 鲁鱼块 鲨鱼块 水母块 三针块 红丝水晶块 鱼块签下后 必须尽快食用 不然就失去了鲜味 再加上我特制的调味蘸料 请诸位品尝 请 裁判品尝 下午 Kyu 快EL опять 我 飞 快ąć 你 ignite 拿出来 palab 好 aros 浪 一剧一格 东国的菜品反谱归贞 刀工创意 想象非凡 独树一帜 此次烹饪比赛 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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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烹饪比赛只会做生鱼 如此简单还平局 不公 不公 就是 裁判有失偏颇 我们比的是厨艺 而厨艺靠的是色香味 而色 当然是靠刀工和想象力 要是我说嘛 不应该是平局 应该是我东国获胜才对 裁判 学生用几句话 不知当不当讲 你说 学生认为 裁判的判法有几点做了不同 其一 厨艺比赛的规则 是制作本国的特色美食 而这生鱼块 却是由我大遇传之东国 如何代表你本国的特色 其二 色香味俱全 我虽离得尚远不敢确认 但东国这位厨师做的 恐怕没有香吧 的确 生鱼片闻起来 并没有什么味道 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东国使者做的生鱼块 采用的是巴鱼 鲨鱼 都是此时节正在产卵的鱼 虽说这两种鱼 鱼在产卵时期肉质最为鲜美 但在此时补杀 不仅有为人和 更是破坏了鱼类的繁衍和平衡 孟子云 不为浓食 骨不可胜食也 醋骨不入乌池 鱼鱼不可胜食也 腹筋已食入山林 财目不可胜用鱼 我大鱼 自建潮以来 就设定了每年两个月的禁鱼期 为的就是保护鱼类的平衡和繁衍 此次厨艺比赛 比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优胜 更比的是厨师心中对美食的理解 因此我认为 这场比赛应该是我大鱼获胜 请裁判 秉公判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